大家好 欢迎收看这一期的罗报告 我们本期的测试车型就是我身边的全新北京现代X35 这台车型实际上是一个中期改款的版本 所以它的外形有了非常大的变化 比如前脸 它的格衫有一个明显的跟改款之前有一个明显的区别 还有它的大灯 现在也是全季标配的LED大灯 不过我觉得最有意思是它的车身的长度也有了一个非常明显的变化 但是轴距完全没变化 其实从改款之前的4米43到4米44这个长度 一下达到了一个4米5的标准 其实无非就是因为前脸和车尾造型上的变化 前脸大概往前多长了两厘米 而车尾大概多长了要4厘米左右了 我看了半天这个车尾 因为后备箱的容积是完全没有变化的 长了4厘米基本上都是在后面的尾灯 它的尾灯换成一个贯穿式的尾灯 有一个弧度在弧度最高的地方高出来了不少 所以我相信是那里把它的车身长度最终 从之前一说到4米4 大家总感觉是一个介乎于小型SUV 或者是不那么主流的紧凑型SUV 但是一到4米5 这个尺寸看着好像就长了不少 而本期视频另一个重点 而且跟大家聊一聊就是类似全新X35这样 有人说是新瓶装旧酒 有人说是旧瓶装新酒 这种几代同堂的车型 它们的存在意义到底是什么 为什么它们的销量还能如此的高 好了那么就让我们开起来 跟大家好好聊一聊吧 说起来在十几年前汽车供应还不太发达的年代 不管是自主品牌还是合资品牌 除了那种进口车 很多人愿意长迁之外 实际上大部分消费者的选择都是很保守的 我现在都印象非常深刻2000年初的时候解答自动挡根本没有人敢买 一方面油耗高一方面坏了修不起 其次技术也不太成熟 变速箱你比较傻 大家都宁愿用手动挡 到后来涡轮时代大家依然喜欢自吸 双离合时代大家也更愿意去选择AT变速箱 从这一点来说我觉得全新的X35它依然保留了一个我们看到的动力配置 就是2.0加6AT的完全没有任何可吐槽点的这么一套动力总成 而我们今天试驾是1.4T加7速的双离合这样一个配置 但是不管哪个配置 它们的这种标定的成熟性 至少今天我们开到的这个动力总成1.4T 双离合它的标定成熟性就是非常非常好的 这台发动机实际上它的参数相比 我们看到伊兰特上的1.4T 都叫Kappa发动机 它的扭矩和最大功率都提高了不少 但是这种提高并不是大家想象中的 同一套发动机可能它一味的打高增压值 或者甚至牺牲平均性不是这样的 这台发动机整体的平均性 线性程度在涡轮增压发动机里依然算是比较好的 动力也确实挺OK 包括我们刚才在盘山路上有一些上坡 各种条件下一些加速超车的情境下 车上坐满了人动力储备也够 而且更难得的是整体它的标定的逻辑 变速箱对于你油门踏板的这种幅度的响应 做的都是很得心应手的 我甚至可以说它比起来全新的索纳塔 索纳塔我们当时开的是这种类似于试装车 它的一个1.5T最新的CVVD变速箱 标定的双离合的匹配 我觉得还要更顺畅一些 所以从这一点上你也可以看到 所谓的成熟可靠 有的时候确实是要一定的时间去磨练出来的 哪怕对同一品牌 同一个厂商来说也是如此 当然它的双离合变速箱 在某些情况下的调教 比如我们试过在中低速挪车 或者这种拥堵的环境 跟着前车走的时候 它的一些离合器的结合 那种闯动感 略微还是有一些 其实不算严重了 但是双离合经常会这样 它的表现已经很好了 如果您对这种感受还有顾虑的话 它还有刚才我说的2.0T6AT 这个自然吸气的版本供您去选择 它会显然会更线性 更舒服一些 可能中后段的加速会差一点 但是对动力没有那么高的需求 毕竟它的基础排量 还有本身的发动机 它的功率板在那里也不差 也是一个挺好的选择 而且为什么开场要说到 这个几代同堂和老平台的车型 换一个新面貌 依然出来卖 而且刚才说到发动机的匹配 很成熟之余 其实它的发动机技术 也是经过中间一个时期 已经迭代过的 虽然不是最新 但是也接近最新 它的整个油耗表现 动力输出的表现 包括它本身的一些调教的功底 都算是与时俱进的 并没有所谓的那么的落后 所以我觉得很多人说 现代的一些车型 确实有多代同堂的现象 也有一些类似于给出租车供的版本 它用的就是最老的发动机 很老的手动变速箱 它本身的定位就是如此 但是我觉得类似于全新的X35这种车 你很难用所谓的新瓶装旧酒 或者旧瓶装新酒 就是你很难这么简单的 去给它划分到这样一个领域里了 因为它确实有一些老的地方 比如平台 也有一些新的地方 还有一些成熟和匹配的比较好的 属于这种恰好的成熟期的部分 它是这样的一个结合体 实际上也不得不说 近几年来 随着一些平台化概念的 这种深入人心 很多厂商 本身它的车辆的换代时间 相比十几年前 就已经大大加快了这种速度 这跟设计生产流程 还有本身技术的进步 当然是有关系的 但是汽车这种东西 说实话 如果是追求可靠 追求稳定的话 现在的车型 甚至很多四五年 以打换代 实际上是属于偏快的 这样一个感受的 而以前差不多七八年 十几年不换代的车 是一个正常的周期 并不是所谓的很老的车型 另一个全新X35 与时接近的地方 就是比如它的Smart Sense 一套辅助驾驶系统 最高配上车型上 都基本给你配齐了 一路开过来的过程上 我也好好体会了一下 它自动辅助驾驶系统的 这些细节 比如它跟车的动作 识别率 包括对于弯道 这种跟随能力 都是相当相当强的 并没有说用一套老系统 或者怎么样 这些系统 虽然它跟我试驾 全体索大塔 肯定是有区别的 包括一些高通地图数据的应用 然后一些所谓的 扎道的自动限速 好像刚才我试的过程中 好像应该是没有的 但是就它一个基础的水准来说 是非常非常高的 明显领先于很多日系 领先于一些德系 和一些自助品牌 这也就是现代韩系 它的辅助驾驶系统的一个水准 是高度可用的一个状态 我觉得有不足 不足不足在一些 跟人车辆的互动 因为这台车实际上 它的一个制动动作 是非常非常接近人类的 就比如说前面的车 尤其是在 我们一些红绿灯的情况下 前面的车突然比较急的 刹停了 很多辅助驾驶系统 会跟着很提早就刹停 影响你的输出度 这辆车不会 这辆车会更像人一样 但是这种像人一样的动作 就是靠的更近一些 一开始的刹车力度低一些 然后缓慢的提升 在有的时候 如果它不给我一个 清晰的提示的话 我人会有点慌 我不知道你 是不是识别出来的前车 你在执行一个减速动作 还是应该我去介入了 后来试了几下 确定它有这方面能力之后 才会比较放心 这个是一点 我觉得它值得改进的地方 但是刚才说的那些 比如说它的整体跟车的动作 稳定性 还有一些易用性 这些做的都是 我觉得没有问题的 都是现在的很主流 很好的水准 并没有因为 它相对于在 现代家族的SUV 它的车架比较偏低 偏入门 偏亲民 在这方面有所削减 或者有所阉割 包括它中控的 这些HMI设计 这个屏幕本身 我觉得它的尺寸 和的位置 你已经觉得做的就不错 基本上你看 我点这些主要的功能 手部动作 不用像很多车型一样 我需要完全身体 才能点到 基本都是这样 斜身的就能点到了 一些导航 静音的逻辑 好多细节 这一套整个的 百度的解决方案 做的也很不错 所以这台车 给我各方面的感觉 就是没有那么的炫目 没有那么的时髦 但就是挺稳定 挺可靠 各个功能也很好用 我想这个就是 很多消费者 为什么选择 这一类的车型 最重要的原因 或者说是 为什么这台车 X35成为了 在SUV销量上 现在 一个重要重要的 顶良度 甚至比图胜 这样的一个大哥 身份的车型 销量都要好得多 都是有它的原因的 负面作用 当然也有 比如对厂商而言 如果你 几代同堂 那不可避免的 一些新的车辆 就会产生 跟老的车辆 减成一些内耗 另外呢 就是在一些平台的安全性上 新的碰撞标准 有一些新的项目 比如25%偏制的 这个正面碰撞 这个项目 一些老平台 如果不做出特意的 补强和加强的话 它设计之处 没有考虑到应付 这类测试的需求 我肯定是老平台的车型 要吃亏一些 所以是各有利弊 但是总体来说 我觉得它的销量 是符合它本身一个产品 应有的竞争力的 并不是所谓 买这类车型的人 都是老俗套 或者说是不懂车 不完全是这样 一个合理生命周期 合理阶段的车型 提供了更可靠 更成熟 甚至在某些情况下 更顺畅的一个驾驶感受 然后各项配置方面 也给你及时的 加以补充 而且又比较的好用 我觉得这台车 就符合一个 正常用车人的心理 更不用说一些 隐藏的优势 比如零配件的 这些供应 一些维修上的 维修保养方面 它整个配套体系的成熟 都是在你用车的时候 或多或少 会有一定的影响的 最后也简单说一下 这台车别的表现 隔音方面 不用有太高的期待 在这个级别 这个价位 也就是一个 很普通的水准 也能看出来 几年前的SUV 跟现在的SUV 如果是跟紧凑性 主流的这种级别 去比的话 可能本田一些SUV 这台车比的问题不大 但是一些隔音很好的 SUV这台车 隔音相对来说 还是属于 比较一般的水准 底盘 底盘其实是一种 略微老派调校 就是它不是现在 这种初段磨得很平的 让你开着 非常非常顺滑的 这种感觉 是保留了一定的路感 然后刹车踏板 也是这种前段很贼 略微有些不线性 但是可以适应的 在这一点 也跟大家补充一下 就是之前 和大家聊 有一些车型 它的 这种比如 方向盘轻一点 重一点 底盘硬一点 软一点 属于风格上的问题 不分好坏 有些朋友就会说 那你照你这么说 就没有差的车了 那做的不好 就可以说是风格上不同 当然不是这样 大家不要像一个二级管一样 非黑即白 非一即零 如果一台车 它底盘 它虽然偏硬一些 但能保证你良好的日常行驶的舒适性 让你不至于说 开着有点觉得 抖着让你恼火 或者是像这个刹车踏板 第一脚踏上去 开惯了别的车型 比较出段线性柔缓的 这种踏板 这台车确实会让我 一上来点两条头 但是大概在五分钟以后 我能完全适应 就说明它的整个踏板的支撑 标定的逻辑 是有一套自己的规矩所在 因为做的真正不好的车型 应该是你无论如何 怎么努力 你都适应不了的 这台车显然不属于这样 至于空间方面的表现 第二排 我把前排调成我的驾驶位 还是跟大家强调 我的驾驶位是比较靠后的 它大概腿部空间 还有一拳零两指 作为对比的话 CRV差不多是一拳四指左右 稍微小一点点 后备箱我目测也是要小一些 可能小的会更明显一些 但是整体的空间来说 得益于它本来就很长的轴距 是一个我觉得还算很正常的水准 不算多优秀 但是比较正常 但是后排的第二排的乘坐感受 相对来说比较一般 主要是它第二排 在乘坐上去的时候 你会发现座椅倒是不直 但是它座椅比较的平 会让你左右缺少一定的支撑 好了 那么本期全新的X35试驾视频 就到此结束了 非常感谢大家的观看 谢谢大家的观看 谢谢大家的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